华人工商晚间新闻 大家好 今天是3月31号 拜登基础设施计划 寻求数千亿美元 来增强美国的科技实力 据CNBC消息称 美国总统拜登 星期三公布了一项 新的基础设施计划 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 以大幅扩大美国人的互联网介入 这项提议还包括 对电动汽车市场 和研发项目的投资 这是拜登计划提出的 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 该计划试图通过 像历史上的黑人学院和大学 以及少数族裔服务机构 提供投资来缩小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领域的 种族和性别差距 本田在美国召回62.8万辆汽车 以更换燃油泵 据ABC消息称 本田公司正在美国 召回62.8万辆汽车 以更换可能发生故障 导致引擎熄火的燃油泵 此次召回涵盖了本田和欧哥 从2018年到2020年的大部分车型 包括该公司在美国最畅销的车型 CRV小型SUV 该公司表示 泵的旋转部件叶轮可能存在缺陷 本田表示 没有撞车或受伤的报告 车主将在5月底收到邮件通知 经销商将免费更换油泵 由于美国的制裁 华为的增长在2020年大幅放缓 据CNBC消息称 华为2020年的收入总额 为人民币8914亿元 和1367亿美元 按人民币计算 同比增长了3.8% 这低于华为2019年 于19%的收入增长 美国的制裁和冠状病毒 带来的经济影响 给这家中国科技巨头带来了压力 在过去两年里 由于美国的行动 华为在一些国家的5G部署被阻止 并面临着半导体供应的不确定性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坤表示 由于智能手机的营收下滑 消费者业绩低于公司预期 然而华为的一些其他产品 包括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 可穿戴设备和智能家居设备的销售增长 帮助抵消了智能手机的下滑 在前总统川普政府的领导下 美国试图推动盟国阻止华为 进入其5G网络 5G是指下一代移动网络 华为是制造支持这一技术的 电信设备的领先公司之一 包括澳大利亚和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 已经禁止华为进入他们的5G网络 接种疫苗的旅行者越多 就意味着酒店和航班的价钱也就越贵 据ABC消息称 据业内专家称 随着更多的人接受了疫苗 并且预定了推迟很久的旅行 这旅行成本将从历史低点缓慢的反弹 去年这个时候 美国的空中交通可谓是大幅下降 2020年4月比2019年4月减少了95% 需求减少导致了机票价格相应下降 美国交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20年第二季度 美国国内往返机票的平均价格 较2019年同期下降了28% 降失了259美元 当时很少有旅行者关注这些价格 因为预定机票的人是非常少的 但现在疫苗接种 为每周旅行的数百万美国人可打开了大门 价格将再次发生变化 如果你是那些想要旅行的人之一 专家们谨慎的建议 你要尽快地预定旅行 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但价格不太可能回到2020年的水平 以上是我们今天晚间新闻的节目内容 喜欢的朋友请您点赞视频 订阅CCYP频道 点击小铃铛 您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